周三 韩国四十多个市民团体联盟 来到中共大使馆前举行记者会 声约中国正在进行的白纸革命 白纸革命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波澜 在海外的留学生也开始要求中国实现民主化 市民团体认为 中共不仅是中国人的敌人 也是全人类的敌人 因此宣告中共灭亡的丧中正在各地响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宇宙压力下开始陆续解封各大城市 但是主办方认为 中共的暂时放松政策只是缓兵之际 其目的还是为了延续暴政 当天主办方还表示 韩国必须尽快将中共的渗透组织 孔子学驱逐出境 新唐二电台记者经验 韩国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